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投票时期不得监控 我完全赞同 开票时期欢迎监控 这才是今天中选会该做的事 欢迎全国民众用各式各样的方法 到我们的各地开票所来监票 但希望大家理性平和 不要靠近选间人员5公尺以内 这才是坦荡荡的中选会 这才是一个选间机构应该有的作为 不是躲在一个魔法的法令后面 说投票日当日你都不能监控 30公尺外里的监控 你的意思是万里长城上面 有人拿着望远镜 要看台湾的开票也不行吗 难道在自由女神像的顶楼 要看也不行吗 这是什么法律 30公尺外监控行为要由检警机关 依刑法142条147条处理 我再讲一遍 投票日当天应该分为 投票时期跟开票时期 今天我要来谈一件事情就是1月9号 不是要罢免林长佐还有在中二区的补选吗 很多人叫我对这件事多琢磨 我的道理很简单 就是说今天执政党过半 强势过半的结果并没有维护民意 就是民意代表维护民意 结果不管是莱猪也好 这个核实 很多东西他们都在此一时也彼一时也 藻礁 反正你看四大公投的东西 摆明了就是立法院的立委功能 丧失才要逼得人民去联署去公投 然后最后还被违反民意的给整个没收了 所以今天我们如果有神圣的一票 应该是要投在反对党这边才对 当然有些台派的朋友跟我讲说 他赞成我的把蔡同学拉下来 但是他并不赞成我其他的 跟在野党站在一起的政治主张 不过我真的认为媒体本来就是天生的在野党 你认不认同我不care 媒体本来就是天生的在野党 媒体绝对不是针对某一个意识形态 或针对某个政党服务的 好这就是我这一生当中不喜欢跟媒体 作为媒体人我不喜欢跟政党站上边的一个 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我刚不小心踢到我在厕所里面的录影机 所以抖了一下不是大地震 我听说台湾前几天大地震 那4级是很大 921就是4级 在台北我感觉到那就是天坏塌下来了 愿台湾一切都平安 好 那么明天上午4点钟星期四了 星期四1月6号星期四早上11点 在徐州路5号的中选会 有一个群众运动 发起人是前新闻局长钟晴 然后我看到签名的里面 还有栋梅聊哥还有黄世哲牧师 几位呢对于选举选票817万票 就是欺而不舍的继续追这个话题 以及希望台湾的选举不要有人为操作的一群人 一群这个专家学者现在站出来 抗议一件什么事情呢 我看了一下 我看了一下中选会有一个公告 中选会就在提中二区的补选 还有罢免林长佐这个案子 中选会提醒民众 投票日于投票四周30公尺外 若有妨害或扰乱投票之进行 或妨害民众自由行使其投票权的不法行为 含监控行为在内将由检警机关依刑法142条及147条规定处理 你看又在恫吓人民 等一下我再来说这条法律是恶法 为什么 再来 同时投票日投票所四周30公尺内也不能有喧哗干扰 劝诱他人投票不投票的行为以免出法 理论上投票是个自主行为 不应该被监控 不应该被左右 不应该被威胁 这是百分之百对的 绝对正确没有错 但是我们来看中选会这个为什么我说它是恶法 你看 他划分了30公尺 然后他说投票日四周30公尺外 若有妨害扰乱投票的进行 这个当然是当然这个处法 或妨害民众自由行使投票权 这当然是不法 问题在执法的人 你怎么认定什么叫做扰乱 记不记得Jason Lee 他在那边拍摄照片 拍摄影片 结果被驱离被带走 好 我对这件事情我有一个看法 当然如果说 投票的当下有人在那边录影的话 其实是不宜 为什么不宜 因为 台湾过去买票盛行的时候 要怎么证明说 你有拿钱 你有投票吗 他就派出他的装脚在投票所 全程录影 然后事后秋后算账 哎 你拿我500块 结果你怎么没去投票 好这是个大问题 所以 投票的当下 录影确实不宜 不过我要说 投完票开票的时候 待会我有我的看法 可是这条法令包山包海 他没有说时间 他说投票日 在四周三十公尺外 含监控行为在内 今天如果已经投完票了 在开票的时候 如果有人在那边摄影 就可以拿这个刑法 142跟147条来定罪他 因为投票日 当天的任何监控行为都不可以 但是这是千错万错的恶法 一个正常的民主国家 对于投票行为应该是这样 就是在投票的当下 任何胁迫监控 或者有可能作为 买票的时候去认证 这个人到底有没有来投票的行为 都是不可以的 这个要严格的规范 不然台湾的民主政治 会沦为勒索政治 或者是买票政治 但是 话讲回来 投票完了之后 作为一个坦荡荡的选务机关 应该怎么做呢 在开票的当下 应该欢迎所有的人 赶快靠近来监票 但是不能够妨害到 选间人员开票的行动 什么叫不能妨害呢 我觉得了 五公尺外就可以了 就说你五公尺外 你就不会去发生推挤或者靠近或者影响 好 当然你不能投资东西 那都不用讲 你投资毁损本来就是有罪的 所以我如果是中选会主委 我要昭告天下说 今天我817万票 无不可告人者 我的罢免 我的开票 无不可告人者 我会说 欢迎全国民众用各式各样的方法 到我们的各地开票所来监票 但希望大家理性平和 不要靠近选间人员五公尺以内 在五公尺以外 欢迎大家用各式各样的方法来监票 最好把刘谦也带来 看看他到底有没有人在做手脚 这才是坦荡荡的中选会 这才是一个选间机构应该有的作为 不是躲在一个模糊的法令后面 说投票日当日你都不能监控 30公尺外不能监控 你的意思是万里长城上面 有人拿着望远镜要看台湾的开票也不行吗 难道在自由女神像的顶楼要看也不行吗 这是什么法律啊 30公尺外监控行为要由检警机关 依刑法142条147条处理 应该说我再讲一遍 投票日当天应该分为投票时期跟开票时期 投票时期不得监控我完全赞同 开票时期欢迎监控 这才是今天中选会该做的事 可是中选会把这个法律呢 做成了一个打包在一起 模模糊糊的恶法 然后由那些执法过当的执法远景 在迫于检警机关跟中选会的淫威之下 不得不去做那种执法过当的 对所有想要监票的人的行为 加以做法律的威胁 我记得中情局长上过我们的节目 中情局长是开票时候去监票 也被驱离 这是什么世界呢 所以中情局长他呼吁明天早上11点 1月6号星期四 在徐州路5号中选会有个抗议活动 他的主题是说禁告中选会1月9号 国内两场地区性投票的各项选物 都将受到民间密切的自发性监督 包括投票轨的公开接受检查 投票期间的公民近距离观察权 开票作业一举一动是否严守选办法细节规定 公开贴述的开票结果是否和中选会的 爆出的数据相符 人民都会严格监控不容造次 这句话对不对 这句话百分之百正确 这就是一个民主国家 自由投票应该遵守的 第一个 投票期间公民近距离观察权 投票票轨的公开接受检查 这个是一定要的 那么投票期间的公民近距离观察权 这个 这个我觉得可以讨论 那要怎么样证明 要怎么样不让那种买票的人 可以卖票的人可以在那边做清点的这个动作 这个是一个另外可能要考虑的 开票作业一举一动 是否严守选办法细则规范 这个是毫无疑问的 公开贴述的票结果 跟中选会报票的结果是否相同 这个非常的重要 不然呢 你在野党再选一百年 你也选不过民进党 817万票如果有弊端 它的弊端绝对是来自于 爆票的现场票数 跟中选会的电脑 它所输入的票数 这中间 如果有任何的 呃 做票行为的话 一定是来自于 因为人为 太难了 而且人为要避人眼目 简直是不可思议 简直是做不到的事情 这是我对于 呃 投票或者开票或者817万票的 质疑的 我个人的一个比较 学理性的推断 好 那中情局长呢 他的这一次的诉求中还说 有有胜者 这次在选举公报中 竟然加注以防疫为由 限制人民在选举公报中 在学校投开票数 附近30公尺内均不能停留 这个是一个问题 我还没有看到选举公报 不过 如果选举公报是以防疫为由 它应该规定 人与人之间的social distance 必须保留 比方说 一公尺一公尺半之内 排队的时候必须保留这个 呃 空隙 然后 不是不能逗留 你要逗留是你的自由 人民有活动的自由 而是你人跟人之间的距离呢 希望不要低于1.5公尺 这样就可以了 今天在开票所 投票所周边有人逗留 有100个人逗留 每个人都有2公尺 3公尺的这个社会距离 安全距离 这个跟防疫完全没有抵触 这才是防疫应该宣导的 而不是说因为防疫 所以你不能逗留 逗留有很多的很抽象的认定 所以会使用逗留 来到最后 就把你驾走 如果我在监票 我肯定要逗留 那最后呢 因为你在逗留 所以把你驾走 所以你不能监票 所以我觉得这里面 有太多的 让检警可以上下其手的模糊空间 这个不是一个正常的民主国家的投票原则 好 那么 中心局长说 如此轻易就可以拨夺人 國人民合法的近距離監票權 侵犯神聖的民主程序正義 猖狂傲慢莫此為甚 蔡政府是要確保每次選舉都能投票 都能自己一鍋端嗎 是為了中央廚房的運作 不容國人解釋內情嗎 請中選會出來說清楚講明白 我覺得中選會真的要講清楚 什麼叫30公尺外不能監控 什麼叫做投票日當天 投票日當天分成兩個時段 投票時跟開票時 千萬不要把這兩東西 呼嚨呼嚨把它弄在一起 你呼嚨弄在一起的意思就是說 開票的時候30公尺外也不能監控 你的意思就全世界都不要監控 就對了 好那我們再看 我們所有的志工都會遵照 國內現行的防疫規定 在人群中保持距離 戴配戴口罩安靜理性 以絕不干擾投票秩序方式 進行投開票期間的合法官選 禁告中選會跟地方選委會選務人員 跟相關注警切勿以身釋法 自務執法之合憲範圍跟合法性正當性 確實你絕對不能剝奪人民的監票權 這監票權非常非常的重要 台灣的民主就是靠監票來的 你知道中立事件是怎麼發生的嗎 那時候是國民黨執政 發現國民黨做票明顯做票被逮到 結果包圍警察局 然後還發生了槍擊一個中央大學的學生 好像一個還兩個在事件中陣亡 那前提就是說你做票被抓到啊 那台灣的民主是靠監票 這樣子一步一步一步走到今天 那怎麼搞的今天又回到了大家懷疑 我們的政府在做票 這實在是 那我要說實在話喔 李登輝時代 陳水扁時代 馬英九時代 好像這種所謂做票的傳言已經 好像已經慢慢的消失了 以前國民黨是 早期做票傳聞真的很多 非常多而且有確實的例子 但是後來到了民主開放之後 再提做票有人會笑 買票當然是很猖獗啦 再提做票可能很多人會覺得 哎呀那個早就是過去的事情 沒想到到了2020年 2022年 今天又有很多人質疑 我們的政府在做票 這真的是民主的一大警鐘 就是說 當然懷疑不代表一定有 可是你要做到一個政府你要做到 讓人家會懷疑 其實也不是那麼容易了 坦白講 做票是一個 好像聽起來像是古時候的事情 好再來 倘若目前疫情真的嚴重到必須管制 人群聚集的程度 請立即負責任的宣布延後投票日期 否則就不應該選擇性施政 單獨針對公民合法監票行為進行管制 就是說你要限制人民逗留 你請拿出法條 如果你只是因為說疫情嚴重 所以禁止逗留 那麼照你這樣講 台灣所有逗留的場合要 所有可以人群聚集的場合要 要一概釋之 方法要全部驅離 但事實上不是嘛 你只要戴口罩保持社會距離 應該不至於影響到人民的監票權 所以最後中情局長呼籲說 為求1月9號台北台中玄武能夠正常進行 不是造成嚴重的警民騷動跟對峙 請中選會務必立即收回成命 清除解除投開票所30公尺內外 不得攝影逗留 這一個違反民權的面誤管制 以維護台灣民主選舉 公平公正透明的聲譽 好的這個部分呢 我覺得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就是人民不相信政府 政府要用更透明公開的方式 向人民宣誓 而不是用更大的法律 或者其他的規範 來限制人民的權益 希望我們的影片 請在下方點下訂閱按鈕 也別忘了開啟旁邊的小鈴鐺 謝謝大家